我不相信这个平台只给那些什么坑门拐骗的人推流量 为什么只有骗人的人 为什么只有骗子才可以活呢 我不相信 我相信我真正正正做生意 真正正给大家就是说讲真话的人 我不相信是活不下去的 我就按我自己的初心去做事情 我不相信 我相信真正正正诚实去做事情 诚实去做生意的人 会走得更远的 你们会一直支持我的是不是 家人们现在直播间有280个家人们 你们帮我把关注点一下 谢谢你们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直播间的家人们 有很多都是都有刷过什么那些主播 我现在就不点名了 因为我点过了 因为我跟你们说的 我不是当地人 我是福建人来到四川 我是真正的外地人来到这边 然后认识了这边的一群女孩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把这边一些落后的东西曝光出来 在抖音这个平台 因为抖音这个平台 全国好多人在刷 知道吗 有灯牌帮忙亮一下 谢谢谢谢这个粉丝 谢谢这个粉丝 就是你有灯牌帮我这边把灯牌亮一下 谢谢你们 就是没有亮灯牌的家人们你们亮一下灯牌 亮灯牌因为今天晚上时间时间是有限的啊 家人们 家人们时间是有限的 我肯定是我们的故事肯定是讲不完的 你们把灯牌这边点个关注亮一下灯牌 然后亮了灯牌了以后 就是等我下播的时候 家人们 等我下播的时候 你们去加入我们的抖音的粉丝团 我们有粉丝团 但是我们的粉丝团有一个 有一个条件是要干什么 我们抖音粉丝团的条件是 要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才能就是 因为我设置了我们的群的进入条件 知道吧 有的家人就是现在很快要睡觉了是吧 要不这样子吧 要不今天已经八万多的站了 好不好 家人们现在我们一起把礼物送一波 好不好 把一起把礼物送一波 然后就是可以进粉丝团 反而会经常给我们聊天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家人们 我们现在只不定有200个家人 我们一起把粉丝一起把那个叫什么 就是把礼物帮我送一波 帮我做一下第三个数据好不好 然后接下去的事情 我明天告诉你们 我明天会告诉你们一个重大 重磅的新闻 就是 我给你们 说一个就是重磅的秘密 我告诉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以后 我明天晚上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以后 你们就能分辨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你们以后在这个平台上就不会变成骗了 知道吧 好不好 就是你们帮我把礼物刷一波 然后我就下了 现在是八万九的站 现在说嘛 家人们 刚才直播间有300个家人的 但是现在已经只有200个家人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太晚了 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很多都是就是叔叔阿姨 知道吗 他们都是40 50 60甚至70岁的 他们都很早去睡觉了 知道吧 他们都很早去睡觉了 然后他们就去休息 很想 像刚才华丽姐 是不是 华丽姐也是说的 就是他想去睡觉了又想听 就是你们我希望你们就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你们早点休息 我我会从头到尾跟你们讲 把你们就就是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跟你们讲 嗯 其实 但是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啊 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 问你是不是真的爱爱了 你们说呢 好 我们直播间有个三号 一个三 我们在三 你问我事情的时候 你们你能不能帮我把抖音 你们你们能不能 你们能不能帮我就是把关注点起来 把灯牌帮我亮一下 这样呢 谢谢方朝成为我的第163个粉丝团成员 谢谢你啊 你问我问题的时候 你能不能帮我把那个关注点一下 因为我只回答什么 我只回答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粉丝团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有的人都是我的黑粉 我就不想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有的甚至是黑粉 现在来直播间黑我们的 我就我不我不理他就是了 对吧 给大家关注了 谢谢你谢谢你 其实你问我是不是真的爱爱了 你如果你如果从头到尾听了我的故事 你就能分辨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爱了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180个家 你们觉得我是不是真的爱爱了 你们觉得我是不是我曾经有多爱 我都我觉得我已经都付出了 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我付出了 已经就没办法再付出 付出到什么 就是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还在这边 我跟你们说我到现在晚饭都还没吃 居然还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爱爱了 但是我该好好爱自己了 对丁姐姐说的对我也该好好爱自己 因为我不仅是我 不仅是我自己 因为我还有我的家人 我已经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想像金兰丁很多家人叫我干什么 很多家人们叫我去回福建 对吧 我不想回 为什么我不想回 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想要从这里跌倒 我想要从这里起来 我想要从这里起来 我要告诉我的家人 我选择的这条路 我是对的 我们就再开始回到刚才的话题 就不扯了 突然就扯远了 谢谢你们给我送的理由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凡哥已经愿意行动说明了一切 我现在能在 我现在能在哪里 我现在能在四川 在梁山 我一个人 那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现在怎么样还没有关注的家人们 你们帮我点个关注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哎 其实真的 其实我跟阿尔的所有的故事 都是从哪里开始说进 是从阿尔告诉我 他告诉我 他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男朋友开始的 一切的故事 一切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切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一天 他突然就是 不爱说话 不爱笑了 我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随着你生气的 干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 反哥 我有件事情骗了你 我一直追问他到底什么事情 我一直在追问他 在我可以说逼问的情况下 他才说出来 你们知道他说的是他什么骗我吗 你们知道他说的他骗我 是什么骗我吗 你们知不知道他骗的我什么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了 在公民帮我打个知道 好不好 现在直播间有100多个假了 你们知道 帮我打个知道 好吧 谢谢你们 有两个小孩 其实他骗我的是什么 因为我问他 我问他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他说他没有谈过恋爱 他说他骗了我 因为他知道 他心里面是知道 我想要什么答案的 但是他却告诉我 他们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后来他跟我说 他结过婚 他说他有小孩 我当时他刚 他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我整个人 其实我强冷着 其实我整个人是闷的 知道吗 我整个人就闷了一下 但后来我问他 你为什么 就是前面不告诉我吗 他也不说话 我问 那你们现在有联系吗 他说 他说没有 但是他时不时会想见小孩 然后那个人就是不让他见 知道吧 但是他跟我说 他们已经 已经就是那个了 已经离了 你们知道吗 他当时跟我说 他已经离了的 知道吗 但他说出 他已经离了的 时候 我整个人 就我整个心就放下去了 知道我当时 终于明白 什么是爱一个人的感觉 就是那样 就是当他说 他骗了我的时候 我心里很着急 我好像都睡不着觉 到底他骗了我什么 其实我最担心的 就是他骗了我 他有男朋友 知道我 我真的 我最怕的就是 他骗我 说他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我最怕这件事情 结果他 他跟我说的是 他结过婚 有两个小孩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陷入进去了 我已经 当时我才发现 自己其实已经爱上他了 所以当他跟我说 他已经离了婚了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 我心里面是窃喜的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谈过 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有没有爱过一个人 当时我的心里是窃喜的 现在已经9万多的家人 我们就不要10万了 好不好 这样你们帮我送一波爱情 我们 我现在嘴巴这边有点疼 然后肚子也饿了 也还没吃饭 我就200个家人 跟昨天晚上一样 200个家人 我就要不我先去吃饭 明天再跟你们讲行不行 请着你们在这边 帮我打个行字 好不好 我明天晚上继续跟你们讲 我明天晚上继续跟你们讲 我跟阿尔的事情 你们明天晚上继续 就是我大概是 我估计是10点 9点吧 9点半 9点半到10点那样行不行 我继续跟你们说 你们想听的家人们 真的想知道这些故事 我讲我跟阿尔的故事的同时 我也会带入一些别人 就是其他人 其他就是网红的一些 这些事情 反而看你的脸色 有点难看保住身体最重要 加油 谢谢你棉花生干 想要明天继续过来看的家人 你们在这边帮我点个关注 你们点的关注的 就是再加个粉丝团 因为你只有加的粉丝团 才能下部以后 才能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 因为我把粉丝群设置了一个条件 设置的条件是什么 我设置的条件就是 我设置的条件就是要 必须要有一级粉丝团 才能加入我们的就是抖音粉丝群 知道吧 我怎么我一说 家人们 我一说我要下线吃饭了 我都还没走呢 家人们就都走光了 来帮我打一波上了 全公运帮我打一波上了 我们能到200的时候下线 好不好 全公运帮我打一波上了 好不好 家人们 我刚才说我要下的时候 还没讲完了 就都下来 但是我知道现在在公平 现在在直播间的160个家人 一定是我的铁粉 很甜的 所以那些只是看热闹的人 他们走了也就走了 他们只是看热闹的人 走了也就走了 没有关系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晚安 那我去先去找点吃的 拜拜